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立新闻就独家前进了保守封闭的北韩 好久不见的实力派歌手叶爱玲出席一场晚餐野唱会 现场载歌载舞 原来她虽然在结婚生子后淡出演艺圈 但非常重视养生品质 最近付出只为北韩人森代言 好漂亮的人森 来到北纬38度县的北韩开城 这边是全世界生产人森最适合的地点 叶爱玲来到人森田第一次参与拔人森 手上挖出的可是北韩的国宝 因为种一棵人森要长达六年 之后这块地还要休养十年 然后不能种植其他东西三年才能再种人森 算一算要十九年才能种一颗珍贵的养生人森 在北纬38度的县的开城来种植人森 号称是全世界条件最好的 不在边界种人森呢 其实也相当的紧张 在我背后的山呢 已经是南韩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您可以看到有佩戴枪支的人民兵在这里驻守着 当然他们要保护的 还有这一大片属于是国宝的人森田 台湾的人森大王黄龙雄 带领南韩人森50年之后 现在转进保守封闭的北韩 继续开发无农药最天然的人森 以照顾台湾庞大的市场 也吸引爱养生的叶爱玲 付出共享胜聚 三连新闻陈亚林卫国序 在北韩开城与台北的采访报道